第三个问题呢 是意识花来自广州 本老师 今天呢 确诊了一个 接诊了一个病人 接诊时 颈部 前驱 后身 左右旋转 侧驱都受限 这个各个角度都受限 那涉及到多群的肌肉的问题 一会儿咱们分解 张口受限 张口受限呢 这个应该排除 它不是颈部肌肉的问题 应该是咬肌或者捏肌的问题 以后在捏下颌关节临床三的时候 我们会讲到这里 这个呢 我们先排除 这个抬头时呢 会在耳后乳突 沿耳下方 到镊骨 到太阳穴痛 双侧都痛 这个侧面乳突呢 我们知道它胸臭有突击 这起指点 在这 辅导点在这里 另外呢 颈绊机机也在这里 这个呢 应该去 要是各个角度呢 都有问题 你比如说 仰头费劲 后身 那脚 胸瘦有突击 斜角肌 如果低头费劲呢 那头颈半进肌了 再加肩胛提肌了 等等 那就这个人呢 可能是 这个脖子一圈的肌肉都有问题 低头时 枕骨下 挤住两旁的肌肉拉扯痛 出疹呢 乳突下和枕骨出龙下 压痛明显 这个就是枕骨出龙 枕骨出龙的两侧呢 那是头颈半进肌 头半进肌 头半进肌呢 就是那个两侧很粗壮的这个肌肉 它要紧张的呢 影响低头 影响这个前驱 整个颈部活动都受限 如果遇到一个非常复杂的病例 像这种的 颈部各个角度都困难 而且疼痛僵硬 我们不可能一次呢 把它所有的这些症状都改善 你呢 确定完了以后 你先找一个动作 今天我们就做一个动作 让它改善 之后呢 它就增加了信心 你也增加了自信 你不要每一个角度你都长 结果呢 哪个方向也没有建好 哪个疼痛也没有减轻 之来之去呢 跟别人一样 他也没信心的 你自己呢 也觉得摸不到头脑 不知道该怎么办来好 不要求全求大 要求精求细 什么意思呢 像这种病人 你今天他如果低头低不下 他觉得很困难 那我就解决你低头的问题 如果仰头困难呢 你就先在凶手手机上 斜角机上先找点 看看是哪一侧 看看再做一个旋转侧区 你就确定了这一侧 确定了以后呢 你对胸肉困难和斜角机的松减 这一次就够了 这两块肌肉的松减 应该解决了他头厚身的问题 这是低头的 他仰头的问题 仰头问题解决了 对人就很开心 因为呢 很多人呢 他长期做的电脑工作以后呢 他这个前群呢 都比较紧 他天天低个头嘛 所以这个肌肉呢 就会缩短 缩短以后呢 他就仰头困难 他就仰不起来 我们把这松解了 把他张力释放了 他一下就仰起来了 那会非常开心的 所以呢 我自己的病人 他老伴在旁边看 说的这老公已经十多年了 抬不起头了 我说没关系 在我这儿 我肯定要你在众人面前抬起头了 好像做亏心事的 老抬不起头 这不行 所以说的是笑话 但咱们就把他解决了 当场就把头抬起来了 抬起来 这种例子太多了 我们临床每天都能见到 你想让他抬头啊 低头啊 都行 但是呢 你不要说这一次把所有都解决了 旋转也正常了 低头也正常 抬头也正常 这个呢 有点难度啊 因为他这个病情处长 我们下一次呢 来做他低头的问题 那低头的问题呢 你就找后裙啦 找这个肩胛提肌啦 头颈半肌肌啦 甚至斜方肌啦 这些肌肉就跟他 我们再看看旋转 找一个一侧 也不一定两侧都做 啊 如果你真的就是确定不了 那咱们还有办法 傻瓜针法嘛 山村针啊 两 两根对刺 两根冲衣风 衣服 不是 冲那个衣风 不就活动活动就完了吗 还不好 你再找找精准啊 现在呢 我在批改作业的时候呢 很多同学说拿不准这个精准的制法 精准制法拿不准 那你就先来个傻瓜的 看看做完了以后效果怎么样 效果好了就OK了 回家了 效果不好 那咱们呢 再重新的 再精准定位 再进行升级啊 这个呢 循序渐进啊 不要急 我觉得呢 那就慢慢的你就会越来越精准 越来越熟悉啊 期待了 再见